其實跟他很多年都沒有拍攝 十幾年都沒有拍攝 十幾年了 這麼久呢? 是啊 十幾年 說回這次合作 大家都成熟了 是啊 在眼神交流、演技的交流上 演技絕對成熟了 嘩 這麼說一說 絕對 不只是波蘇陸 都是啊 是 我想說完這個真是 當然我們十幾年前去拍那個電視劇 其實我們是一個演繹一個小字 我們大家兩個時候去理解劇本 或者去理解那個角色的時候 當然是很初步的 現在十幾年後 我們都拍了這麼多電視劇 或者有電影 或者人際處理 長大了的時候 去看那個劇本就已經不同了 我們每一次去埋葬我們兩個去對戲的時候 已經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火花就是可能給觀眾的一個成熟 就是成熟了 還有理解的角色方面 然後會說那個位置 一到就停 自助我們去看電視劇 我們會適合他們這兩件事 那時候我又知道他的過程 那麼厲害的時候 其實我也擔心寫了 會不會做得不好 好像破壞了 但是駱駛真是很誇張的 就是他一直看著這片的時候 他都跟我說 OK啊 收回我們去看 你… 很感動 他一場戲很早拍兩人 我立即打給他 是啊 真的 我一生是覺得很好 沒事 OK 很感動 我看他拍我覺得他完全沒有問題 理解那個劇本 他還在說 他叫他協調 但他現在已經做到了 嘩 很聰明 很聰明 真是老人不過個 很聰明 謝謝 所以就謝謝駱小姐 第一個是他叫我去演這個犯牌 我還問他可不可以演飛虎 你演犯牌 每天的機會會更多 我最初摺了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有點不同的手 其實之前看了很多電影 其實都很喜歡Johnny Dad 那小丑就一定不用說戲會 也行 還有我最初摺了一條橙的 橙的那個主角 你很壞 你很壞 但是他整個演員的表情很棒 他不斷犯事 然後我跟演員覺得OK 現場有些歌 有些人一場戲 我把這個歌樂歌 那天是第二天拍的 我跟演員說 有些人一場戲 然後拍完後 有些人都看了 他們說 他聲音很棒 你很棒 他好像入貨 我就知道 現場拍攝的 那些crew 他們都有感覺 因為他們看那麼多 都有感覺 即使觀眾應該都OK 那我就循著那個方向 後來就變了 沒有再想 我們要怎樣的動態 總之一穿了那個衣服 他們放了那些頭髮 然後自己去了 還有心態